而在花蓮市民代表会的部分 25号的市政总质询议程中 首先是由市民代表徐苑神进行质询 保持着过往独特问证风格以及内容是让人眼界大开 而市民代表杨哲峰 这是针对了花蓮市来克保的火化 以及市区烟水公园安全等议题提出建言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1届抵拔市定期大会 在25号的市政总质询议程中 首先是由市民代表徐苑神进行质询 保持着过往独特的问证风格及内容 让人眼界大开 三大主题多吃花生 见老见生见骨头 养颜美容青春不老 还有南北兵公园养鱼 第一个先养螃蟹 螃蟹以后大鱼小鱼都会了 全世界的鱼都会回来 你只要有东西给它吃 没有东西给它吃它就走了 很多那个海豚啊 没有东西吃它就冲到海边 冲到那个海滩自杀 它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有一种什么动作 它是没有东西吃它是抗疫的自杀 自杀死掉的嘛 自杀死掉 它就游到那个海滩去 像我们的南北兵公园 有我这个农业专家 农业矿专家 就可以养很多鱼了 提升我们花莲很多很大的经济 而且也只是功能是很好很好很好 解壳解热照衣照脂 生生不息 而市民代表杨哲峰 则是针对华联市克莱堡的活化 及市区淹水 公园安全等议题提出建言 本期从上任以来一直都在追踪克莱堡的进度 那希望说我们可以做到部分的规划 部分的开放 因为我们整体要整修克莱堡需要的经费非常庞大 那希望可以做逐步性的改善 那可以开放给周边的社区 周边的民众可以来做使用 我们新设置的猫头鹰公园 有些许的 还有改进的空间 那希望可以多加增设监视器 可以保障民众的安全 还有就是一旁的些许地方 还有一个安全性的改善的空间 需要再做改良 那再来就是排水系统的部分 我们近几年只要每逢暴雨 我们花莲市就非常多地方会有盐水的问题 那希望公所能够对于这边做一个改善 未来在水沟的施作的时候 也能够考量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慢慢把花莲市的排水系统 可以越弄越好 让我们花莲市越来越好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建言 公所相关客室主管也一一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 只要是公所管辖与能力范围 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道